无核国家极为希望早日将核武器消除殆尽 禁止核武器条约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制定 就在上个月这份条约开始战事生效 已经有大量国家加入该条约成为缔约国 但安领会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加入该条约的打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解释 核财军进程不能脱离国际安全线时 必须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速原则 循序渐进加以推进 禁止核武器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中国并不会参与这份条约 核武器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发射井上时 正因为有核武器存在 部分心怀不轨的好战国家才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一直致力于核财军计划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推行核财军进程 反之如果急匆匆的销毁核武器 最后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